右手高举着1.7公尺长的锦蛇 像是猛将过关 一路穿越小吃店店面 站在柜台里的女店员 吓得跳起来尖叫连连 然后他就先帮我们看状况 然后直接带手帮我们抓住手 锦蛇抓起来几乎是一刻成人高度 女消防员超勇猛 就这么一路把蛇拎回消防队 店家员工吓得闪躲 躲在角落拍照 18地点就在南投埔里知名小吃店 上午10点多 二楼座位区有蛇出没 幸好一早还没客人上门 消防队员来解围 从他的头部这样抓 比较好直接抓起来 女消防员徒手抓起1米7的锦蛇 眼神中毫无畏惧 原来当时他正准备返家休假 听见队上有抓蛇勤悟 但其他同事又恰巧出勤 二话不说冲到小吃店 帮忙抓蛇一路抓回消防队 每天都有抓蛇的勤悟 一开始当然还是会怕 但是后来慢慢的可以分辨出 哪一些蛇是没有毒的 哪一些蛇是有毒的 女消防员资历才七个多月 但就练就一身抓蛇好功夫 这回冲进小吃店徒手抓蛇 幸好时间早没客人上门 成功化解店家一场危机 记者郑伟祥许文文彭馨 南投报道